杜老师 你毕业多久了 不到一年 一年 你正确地引导他呀 先引导自己吧 好 行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 宝宝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当中 其实我为你付出的也挺多的 就是我 其实原本可以回家跟父母一块 但是我选择在天天等你 就是想着能每天陪着你 可能我之前 没有太多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以后 就是我能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特别喜欢你 哥哥 你也说了咱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其实刚刚老师的话我也听了 我们自己都有错 我们都得学会改正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打开 君乐宝长知识了 爱的自己箱 来 请开箱 因为当我拿着这把锁的时候 它有两把钥匙 然后一把是备用的 一把是自己的 我特别希望就是你能抛下那些东西 把我变成那个特别重要的那把钥匙 而且只能打开你内心的那一把钥匙 一把锁配一把钥匙 是这意思吧 男生放的是什么呀 我放的是 那是我们当时去 第一次去西安玩的时候 我俩路过路边摊的时候 然后当时他特别喜欢的一个铃铛 那个蓝色代表我嘛 粉色也是代表他 今天拿这个干嘛呢 当时就是买完之后 他对我说了一句特别感动的话 他说啥 他就说以后你在哪儿 我又跟到哪儿 算定情之物 差不多 所以今天还是让人跟着你是吧 我最后再问 最后一个问题啊 女闺蜜到底怎么整啊 刚听了老师的话 我就觉得 你说彻底断了吧 我觉得就有点太没有人情味了 就是我是想着找个机会 我俩说清楚 然后就跟他说 我女朋友挺介意这个事的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 来 我们见证一下 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奖离我身旁 娃娃娃包 可能之前我对于这段感情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是我一定会把我跟我 女闺蜜的事弄清楚 然后刚才老师也说了 从今天开始 我想着先跟家里边 经济上的关系先断了 我想用我自己挣的钱 然后去照顾你 希望以后咱们俩 两个能好好在一起 答应我 就是对我态度好一点 就没事别不搭理我 好不好 我真谢谢啊 谢谢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回吧